第五百八十集 两人离开教室 打算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 叶浩轩看着幼时分发的白色药丸 他若有所思地跟在邵清营的身后 你在想什么 有什么不对的吗 邵清营突然问道 叶浩轩沉吟了一下 你觉得这里的园长为人怎么样 人品方面应该没问题 我们曙光寄进拨来的钱 只在为改善幼儿园孩子的膳食 算是一个爱心捐款 以刚刚看来园里的伙食不错 我还特意问了一个小姑娘 和平时一样不 小姑娘回答说平时都是这样的 由此可见 她为人是不错的 邵清营不明白叶浩轩 为以什么这么问 回答完之后 她又答道 怎么了 你感觉有问题 有问题 刚刚老师给孩子们服用的改片 且不说是什么牌子 但是我总觉得有些蹊跷 她自己掏腰帮为孩子们买盖片 图的是什么 或许她真的是一个好人也说不定呢 又或者 她想传出好名声 吸引更多的家长 把孩子送到这里来 邵清营道 这家幼儿园是私立的 而现在私立的幼儿园只有一个性质 赚钱 虽然你说的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啊 吸引更多的家长 把孩子送来 也不无可能 但是我总觉得有问题 或许你想多了吧 邵清营笑了笑 但愿是我多想了 走吧 休息一会儿 叶昊轩笑了笑 和她一起向园中一棵树荫下走去 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哭闹声传了过 只见另外一个班级的老师 拿着一个汤勺 里面是一些用水吸食了的白色粉末 正在连哄带罐地给一个孩子罐药 那药正是他们所谓的钙片 这个哭闹的孩子年纪比较小 他是小般的小朋友 所以不会吞药片 老师只能把药淹没成粉 用水吸时候喂给他喝 我不要吃药 药不好吃我不要吃 那名小朋友哭闹着 用那并不很清楚的话抵抗着 孩子不吃的话就算了 反正这东西 也不是真的能不改 叶昊轩走上前去说 这是我们园长的硬性规定 每个孩子中午的时候 都必须服用的 那名老师一边说 一边抱着孩子 要强行管药 摸着 这到底是什么药 叶昊轩脑海中 如电光火石般的意识 突然间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上心头 他明显地意识到 这药有问题 叶昊轩说着快步走上前 把汤勺从那名老师的手里夺了下来 然后凑到鼻端一闻 只觉得一股苦涩的味道 从汤勺里传了过来 这绝对不是钙片了 如果是钙片都会有一股甜味 孩子不会这么抗拒 叶昊轩伸出一根银针 在汤勺里点了一下 只见亮晶晶的银针间片刻 变成了一团漆黑 叶昊轩的神色巨变了 银针能是毒 古代的帝王用餐前都会用银针使它 这药里面含有毒 为了确定 叶昊轩把银针放到舌尖 细细地品味着这种药的味道 只觉得舌尖一阵酸涩 片刻已厚 一股微不可闻的麻麻感觉 顺着舌尖 瞬间传到了自己的喉咙处 随即消失不见 叶昊轩悚然一惊啊 他已经确定这药到底是什么鬼东西了 他沉声喝道 放下孩子 马上 那名幼师吓了一跳 他连忙把手中的孩子放下 站在一边不知所措地说 这 这是我们原厂规定的 你不要为难我 不然的话 我会被扣工资的 你最好老实地站在这里 父子的话 我不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叶昊轩冷冷地说 身上的凌燃杀气陡燃发出 令那名女教师神情惨白 果然站在当场 一动也不敢动了 怎么了 有问题吗 少卿迎回答 有问题 跟在我身边 不要乱动 可能会有危险 叶昊轩吩咐了一句 然后拿出手机 积极地拨通了 陈若曦的电话 怎么这会儿打电话了 我去医院问过 你不是去跟少家妹子 出去玩了吗 电话里传出 陈若曦微微薄衬的声音 听着 若曦 我现在在玉彩幼儿园这里 位置是京城环山路附近 现在你马上动作 特勤三局的力量 务必在最快的速度 赶到这里 封锁现场 叶昊轩沉声道 你先让我明白 出什么事了 陈若曦心中意紧 她听出了叶昊轩 语气里的凝重 记得我们之前分析的 关于村政家族 进行华夏医药行业的 这件事情吗 记得 怎么了 陈若曦道 我在这所幼儿园发现 他们的老师 强制这里的孩子 服用一种药 说是改片 但是我看了 绝对不是改片 我暂时无法弄清楚 里面的成分 但是 我可以感应到 这东西 会对人体基因产生影响 叶昊轩沉声道 你是说 那药是村政家族的药 他们竟然用在幼儿园 孩子身上做实验 陈若曦怂然意惊 不错 极有可能是这样的 你顺便带来分析人员 我先稳住这里的老师 孩子们应该服用这种药 有一段时间了 但目前 没有出现什么不良反应 希望他们没事 叶昊轩沉声道 稳住负责人 我马上过去 陈若曦当机立断地挂了电话 随后 她在手机上输入一串指令 她的手机是特制的 指令输入以后 一个红色按钮出现在手机屏幕上 陈若曦毫不犹豫地按动屏幕上的按钮 然后沉声说 陈若曦是特勤三局的处长 她手上的红色按钮是一级戒备状态 特勤部门负责的就是一些特殊情况 这个按钮一按动 不管是武警还是部队 都要无条件地接受她的命令 五分钟不到 京城开始沸腾 一架叫武装直升机腾空而起 在半空中呼啸盘旋 部队武警全副武装同时出动 向事发地点急奔而去 叶昊轩来不及和少庆英多解释什么 两人一起来到了园长办公室 园长名叫李元新 今年三十五岁 李一 看到两人进来 正在办公的她连忙站起来道 少总 叶医生 丑袋不周 还请不要见怪 她说着 为叶昊轩和少庆英两人各倒了一杯水 让两人坐下 没关系 我们两个人不过是来随便看看 能看到李元长这样爱惜祖国的花朵 我们也很高兴 这说明我们没有看错人 以后会有更多的扶持资金进入育才幼儿园 少庆英 盯着李元新道 哦 那些药是不盖的 是我们学校的领导自发购买的 花不了多少钱 而且还能给孩子带来健康 这是我做园长很乐意看到的 李元新道 是吗 你让孩子服用这个药 是哪家制药厂生产的 生产资格以及卫生安全 够格吗 辩证过 效果和副作用吗 孩子的家长知道不 最重要的是 你确定孩子们喜欢吃吗 叶昊轩盯着他问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叶医生 我不知道该回答你哪个问题好了 李元新的目光变得深邃了起来 我没别的意思 你也知道 我是医生 见到这样的情况比较好奇 也就随便问问 叶昊轩淡淡地说 我们的药都符合标准 李元新不冷不热地说出了这句话 但据我所知你们的做法 有欠妥当 随随便便地给孩子吃药 我不相信这些来历不明的药 学生的家长能够接受 家长们都很乐意 李元新淡淡地笑道 我都是为了孩子着想 叶医生莫非有不同的见解 我当然有不同的见解 我想你现在该和安全局谈谈了 叶昊轩的话音未落 陈若曦带着一群身着西装的人走了进来 方圆三里内戒严 任何车辆行人不得通行 通知航空部进行航空管制 所有航线改行 另外安抚好学生以及家长 派遣医务人员对他们进行检查 所有教职工一律严查 陈若曦移进办公室 一连串的命令马上执行起来 整个幼儿园被围的水泄不通 各方暴力执法部门如临大敌地 待在幼儿园 方圆三里内戒严 幼儿园大中小班总共近六百名学生 全部到医院接受检查 并通知所有学生家长 孩子暂时隔离 一时间京城的风云色变了 就算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也在这几天安分了起来 现在整个京城似乎都笼罩在阴云之中 邵总 我派人送你离开吧 陈若曦道 谢谢了 我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邵清莹看着一身军装的陈若曦 眼中闪过了一丝羡慕 她清楚这个女人和叶好轩的关系 心中在寻思着是不是叶好轩喜欢这种 巾帼不让须眉的类型 可惜自己是从商的属于文弱女子 刺激于此 邵清莹心里闪过了一丝失落 事关国家安全 邵总知道的越少越好 这也是对你的一种保护 陈若曦道 我知道了 谢谢 邵清莹站了起来 临走的时候 她转身道 谢谢叶医生 能在百忙中陪我来这里散心 回头我请你吃饭 以示感谢 真的不用这么客气 叶好轩感觉身后的陈若曦 身色越来越怪异 她不由的苦笑啊 这个女人 真的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她这样当着陈若曦的面 说出这样的话 等于说是向陈若曦宣战 果然呢 叶好轩感觉 腰处火辣辣的疼啊 却是陈若曦狠狠地掐了她一把 你吃什么干醋 现在正经事 先言归正传 叶好轩苦笑道 方圆三里内戒严 任何车辆 兴人 不得通行 通知航空部 进行航空管制 所有航线改航 另外 安抚好学生以及家长 派遣医务人员 对他们进行检查 所以叫我职工一律延长 邵总 我派人送你离开吧 谢谢了 我能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事关国家安全 邵总知道的越少越好 这也是对你一种保护 我知道 谢谢了 谢谢叶医生 能在百忙中 陪我来这里散心 回头我请你吃饭 以示感谢 陈若曦有些忧怨地瞪了她一眼 然后神色一速 坐到了李源新的对面 自我介绍一下 特勤三局安全处处长 陈若曦 隶属国家安全局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幼儿园的园长 应该不会做出什么 有损国家安全的事情吧 陈处长动这么大阵仗 真的让我感觉到很好奇 李源新脸色变了一遍 她的神情在陈若曦进来的那瞬间 就变得深邃了起来 李源新 女 三十五岁 祖籍广西壮族自治区 李 曾经在窝国国防大学留学 陈若曦打开了一份档案 只见李源新的资料 清清楚楚地显示在了这档案上 不愧是国家特殊部门 我的老底 现在已经被你们查得清清楚楚 我只想知道 我犯了什么事 我只不过是自掏腰包 给孩子们买点营养品罢了 这不犯法吧 李源新淡淡地说 你不犯法 因为你的做法可以被定性为反人类罪 是要上国际法庭接受审判的 陈若曦冷冷地说 我只想知道 你和村政家族之间有什么关系 你给孩子们吃的东西 是不是从村政家族弄过来的 我不知道什么村政家族 我想你们弄错了 我给孩子吃的东西 我给孩子吃的东西只是一些普通的保健品 李源新淡然地一笑 我不想施展任何手段 陈若曦拿出了一份资料 放到他跟前道 我想你这么做 有你的苦衷 因为我相信你是一个爱国的人 如果你有苦衷 我可以帮你 甚至减轻你的罪名 或者说 给你一个痛快 李源新往身后的传记上 依靠 他悠悠地说 如果有证据 你们完全可以杀了我 如果没证据 我将会在24小时之后 请来自己的律师 我有自己的政治权利 我现在还不是犯人 像你这种情况 恐怕没有律师敢为你打官司了吧 如果我们验证通过 你将会被冠以反人类罪 陈若曦道 可笑 你们这些人 就会仗着自己的职权 给别人戴帽子 我一个小幼儿园的园长 也会反人类 你敢再逗一些吗 李源新失声而笑 化验结果将会在一个小时以后验证出来 你给孩子们吃的东西是什么 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我还是那句话 你们有证据可以枪毙我 其他的我一个字也不会多说的 李源新索性不理会陈若曦 双眼威逼 养神确 看管好的 陈若曦站了起来 向身后的两名特勤人员吩咐 然后和叶好轩一起走了出去 你怎么看 陈若曦问道 这女人是抱着必死的态度的 看来我们恐怕无法从她嘴里问出什么 她应该属于死室 根本不知道死亡是什么东西 你查过她的底细吗 叶好轩问道 查过 她算生命苦人 早年的时候 她过得很苦 陈若曦道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会让她根本不为死 现在已经大致确定要有问题了 叶好轩探道 现在她是重要的线索 也是重要的证人 只是我刚才审问她的时候 用上催眠术 她却一点也不为所动 看起来 常规手段对她无用了 陈若曦道 或许我可以试试搜魂术 不过这样一来 她十有八九会死 而且我不确定 她的意念有没有被高人锁过 如果她的意念被锁 就算是搜魂术 我估计也搜不出来什么结果 现在只有走一步说一步了 等结果出来以后再说 陈若曦道 她有些咬牙切齿地说 我们这段时间 已经很关注村政的邀请了 可是还是被他们钻了空子 我国人一向脚活 尤其是村政家族 更是老狐狸 而且唐蕊这个人就是一个变态 做事向来不及后果 叶昊轩无奈地说呀 一个小时以后 药物化验结果出来 一名研究人员拿着报告 匆匆地走了过来道 陈处长 结果出来了 这种药物的成分 我们现在还没有了解清楚 但可以确定 它还有改动人体基因序列的作用 我们将它命名为 CH-2 长期服用会导致什么后果 陈若曦问道 暂时还不清楚 但这种药的出发点是好的 它可以使人的身体更加强壮 而且又延长人类寿命的作用 研究人员说 我知道了 下去吧 陈若曦挥挥手 毕竣 作为 中文字幕 by 作为 共爱